赵云保着刘备来南徐就亲,一到南徐,赵云按照军事所说,就把那锦囊庙记打开,依次而开,就是顺着次序,先把这第一个锦囊打开看看,一看全明白了,诸葛先生在锦囊中写着呢, 让他到了南徐安顿完毕之后,就去凤凰寨上败望桥玄,所以赵云做了这么一番安排,哄,这管医门口这热闹,当时啊,真把刘备给闹糊涂了,我说四弟啊,你这吹吹打打的招来这么多的人,这是要干什么呀? 赵云这才跟主公说明,说咱们去啊,败望桥玄去,哎哟,刘备一听,这个桥玄桥国佬,我是久仰其大名啊,那就是江东二桥之父,老人膝下两位女儿,大桥小桥,大桥许配了东吴主,孙策孙伯夫,就是现在孙权孙仲某的哥哥, 小桥呢,就是江东三军大都督周瑜周公锦的夫人,对这位桥玄桥国佬来说,我是久闻其名,没见过面,咱们干嘛要去拜人家呢? 主公,您就不必多问,请您上马吧,说着,赵云把刘备扶上安桥,自己也上了马了,他把这两套古月弯子一套搁在最前边, 一套搁在后边,这一路上是吹吹打打,奔凤凰寨来了,哎哟,那南徐大街小巷的看热闹的人都满了,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是越传越多啊, 你们说为什么这么热闹,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大汉皇叔刘备刘权德到咱们江东就亲来了,咱家主公孙权呢,把抛妹就是郡主孙上香,许佩给皇叔刘备了,孙刘两家从此结下,勤敬之好,这一接亲呢, 让咱们刘备刘玄德,孤老爷镇守着荆州,咱在江东这儿就高枕无忧了,有人给咱看着大门了, 从此,那曹操再也不敢正视我江东,我江东从此后就固若金汤,咱们就过上太平日子喽, 啊,原来是这么大的事情啊,我说这么热闹呢,哎哟呼,简直是几城欢庆,家家沸腾哦, 沙鸡的、崽牙的、烙饼的、包饺子、蒸包子、炖肉的,全庆贺上了, 赵云就不管这些了,他们来到凤凰寨这儿,首先趴把拜帖往里头这么一避, 老管家慌张张把拜帖送进书房,乔璇接过来这么一看, 啊,刘备刘玄德登门来访,老乔璇是碾然沉阴,想了半天,怎么回事呢, 刘备为什么来拜我呀,我不认识他呀, 可是这个名字我早已熟悉了,他是大汉皇叔啊, 不过我跟他没有交往啊,他为什么来拜我呀, 另外呀,老人最近对这个刘备和诸葛亮还有点看法, 不过老头没说,有点什么看法呢,至于孙刘两家联合聚曹, 赤笔凹兵大败曹兵的事情,老乔璇都知道, 后来听说呀,诸葛亮和刘备巧取了南郡, 为这个事啊,周瑜差点把命搭上, 都督督周瑜周恭敬,让诸葛亮给气了个半死, 而且在南郡还中了一箭, 至亲三分相,那是老头的老姑爷, 老乔璇能不动心吗, 他觉得诸葛亮和刘备这事办的不怎么样, 今儿干嘛,又突然间登门来访我, 我见不见呢, 这老头一犯合计, 旁边老管家着急了, 哎呀, 郭老, 可您到底是见不见呢, 那皇叔就在门外, 而且您听没听古月之声, 就对着咱大门吹呢, 你说, 不见该怎么样啊, 哎呦,郭老,可不能不见呢, 您要不见人,你可说了, 没完没了, 对咱们大门吹三天, 您说那多吵的啊, 再说, 您没看这是谁来拜往您来了, 皇叔刘备, 您怎么也得见见人家, 嗯, 说得有理, 来, 更衣, 说我门外相迎, 哎,好好好, 老管家慌张张出去, 给送馅去了, 老乔璇这换衣服, 换好衣服之后, 油打里面揭出来, 在大门手这儿这么一见刘备, 刘备是抢不上前啊, 要识大礼, 郭老在上, 玄德来的鲁莽, 请您多多海涵, 哎呀呀, 齐干, 老乔璇伸手, 把刘备给搀扶住, 这老乔怎么敢当呢, 我真不知道皇叔驾到, 要知道, 我得在外相迎, 皇叔贵族踏见地, 使我这小小的凤凰寨时, 四壁生辉, 此地怎么能讲话呢, 来来来 你我听忠一叙 说着 往里边让刘备 刘备哪敢抢步走的前辈啊 他让国老先行 长者先 右者后吗 哎 瞧过来我挺高兴 到屋里分宾主落座之后 先代茶 是厚白酒啊 真格的了 这么大的一位皇叔来了 哪能淡白白的就这么坐着呀 这位刘备可真千功啊 抢着给国老师真酒不菜 简直是喝一口倒一口啊 特别那么谦虚 对国老师特别尊敬 瞧过来我挺高兴 刘备这个人名声很大 但是呢 没有架子 刘备啊 一直就把自己 摆在一个学生的位置上 国老就问了 黄叔听说占据京乡 军务多忙 怎么能有侠到江东来 看望老朽我呢 刘备听这一问呢 他是恭恭敬敬的回答呀 说我这次到江东啊 一是为了答谢江东之父老 上次孙刘两家联合聚草 大破草兵百万 主要的功劳还是江东文武 我来感谢感谢 其二呢 我是久仰国老大名 恨福填 未能一见 今日能在凤凰寨者拜见国老 是被三生之幸 最后才把就亲的事情说了 说吕范吕子恒先生 放他家主公孙权之命 到荆州提亲 我是来呀 就亲了呀 哦 哎呀呀 乔玄点了点头啊 原来如此 虽然老人嘴上这么说着 脸上还是很高兴的样子 但是这心里头 可是老大的不痛快 哦 瞧不老对刘备生气了 没有 他对刘备 什么气没有 那么老头怎么不高兴了呢 主要是对孙权 和老国泰 这就是你们母子的不对了 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人家刘备道在南许 先来拜我 假如人家要不理我呢 哦 我和这一直瞒在鼓里 老亲家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老亲家啊 孙权的母亲吴国泰 可不是瞧过老的老亲家吗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我 给黄叔喝喜 就不提这档子事了 继续谈别的了 这一谈话 哎呦 这个话呀 是主要交际之工具呀 老头原来不太了解这刘备 现在坐这喝酒 这么一谈 瞧个老愣了 怎么回事 这刘备怪不得这么大的名声 这人这么大的财学呀 哎呦 天文地理 无一不知 阴阳八卦 无一不小 治国安邦之策 说的是滔滔不绝呀 你说吧 什么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 他都懂 哦呀呀 真不愧是人中之龙啊 怪不得曹操青梅竹酒论英雄 说刘璇则是天下第一个好汉 第一个英雄 曹操把自己都摆在第二位了 其实哪啊 刘备这都是跟诸葛亮心学的 全卖这儿了 老头这高兴 这高兴 难免就要多喝几杯 喝着喝着 瞧我老抬头一看 哎呦 刘备身后站这人 其实站那么半天了 开始国老没太理会儿 以为就是刘备啊 身边一个随便侍从的 现在一看不是 是一位将军 老头怎么没注意呢 刚才这老头光顾响了 说刘备干什么 突然间到这儿来拜访我呀 再加着喝老清酒 吴国泰生点气 所以没注意 现在众目这么一看呐 国老吃了一惊 什么事使老头吃惊了呢 赵云的这个威风 和他那威严的意表 这原将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呢 怎么这么精神呢 好一排大将的风度 这风度可了不得 他既不能装啊 也不再穿戴 说把这架子端得圆着点 热面汤不放下总端着 非把手烫了不可 没那风度 穿得跟断棍似的 也不好使 人家赵云呢 甭摆架子 也甭端 他就是很自然 可是这自然的美啊 是真正的美 比那雕琢的美 装饰的美 都美 看赵云 头上带着亮银 狮子鸽 张口吞天 雪片鱼鳞甲 是虎体遮掩 虎心宝镜如天边满月 素罗袍绣 寒水拨翻 累下带 轻功宝剑 素白断色中衣 脚下一双素白色 五彩虎头战靴 过去有一种迷信传说 说真天子百灵相助 大将军拔面威风 这真天子百灵相助啊 瞎扯 不过这大将军拔面威风 可真贴谱 今天瞧不老 一看赵云哪 岂止是拔面威风 是看哪 哪威风啊 这原将长得怎么这么好看 看赵云是眉如宝剑 目如朗星 鼻如玉柱 耳如元宝 口如丹珠 这张脸是红中粉 粉中白 白中润 润中醇 呼呼 我说皇叔 咱不知此将是谁 刘备回头一看 哎呀呀 您看看 我忘了给国老引荐了 此乃备之过也 我的不对啊 四弟 快过来 拜见国老 国老啊 这就是我家四弟 赵云 赵子龙 哎呀呀 老头一听 这就是赵云哪 怎么一高兴 本 哎呀 胡子拽下两根了 你看这是怎么说的 这是 这功夫赵云赶忙 抢不上前 国老在上 小将子龙 拜见国老 高见高见 子龙将军啊 我是九阳你的大名啊 赵将军之英明 真好似沉雷贯儿 好跃当空 没想到老朽今日能在此处得见 以保我之眼福 以为我之平生夙愿啊 子龙将军 听说你在长板破前 未旧幼主 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冲 砍倒大盗起两杆 独朔三条 杀死曹兵几十元上将 把曹操喝得是魂飞天外 哎呀呀 玄德公 您有这样的虎将相走 把业焉能不成 来呀 来来来来 快快 干嘛 说着 乔老亲自搬过一个座位来 请赵云落座 国老亲自给满酒 子龙一看 这怎么能得了啊 国老 我怎么敢承担啊 您赶快请坐 亲手 扶着老头坐那儿 喝 瞧老子高兴 看看刘备 瞅瞅赵云 没想到我这小小的凤凰寨 今天来的这么两位贵客 哎呀呀 太好了 拿酒来 还喝呀 赵云心说差不多了吧 咱们凤凰寨也来了 老乔玄也败了 目的呢 也算达到了 他暗示刘备 那意思 咱们该走了 玄德起身告辞 哎 老乔玄一愣 怎么 弹性正浓 这说着好好的话 怎么突然间走了 国老想挽留 挽留也留不住了 刘备就把礼丹呈上来了 现在 他把礼丹拿出来啊 进门就递礼丹 那多不好啊 现在话也谈了 酒也喝了 比较熟悉了 把礼丹往这一放 古代那七劳之礼 是很重的礼呀 国老见刘备 诚意相敬 哎 只得把礼物收下了 国老一直把刘备送出凤凰寨 还再三叮嘱 黄叔德侠千万再来啊 是不吝赐教 黄叔先回馆义 我马上就去给国太贺喜 但愿孙刘两家早节勤尽之好 哎呦 国老这几句话呀 说的刘备心里非常痛快 尤其是赵云 特别高兴 赵云怎么那么高兴呢 君师妙计已成啊 从打荆州一动身 诸葛亮不是就给了赵云三个锦囊吗 告诉他你到南徐先打开一个看看 这次来拜乔玄 就是按计而行啊 按着那锦囊写的那个 就上这来看乔玄来了 看乔玄的目的 就要让这老头 在这次孙刘两家结亲之中 起些作用 方才那通吃喝说呀 赵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现在国老这几句话呀 是句句入耳啊 说了句多谢国老撮合 人家就回馆云了 国老把刘贝送走之后 回到书房 高兴的老头啊 在屋里来回直走 哎呀 在这高兴之余 乔国老一想 哎 我得问问我们老亲家去 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啊 这么大的事情 你都不跟我说一声 啊 嘿嘿 你还想瞒我 瞒得住吗 我看你怎样回答我 告诉管家瞧钟 为马 老头骑上马 就奔长寿宫 见吴国太来了 国老到这是挺胸直入啊 啊 谁也没拦 谁敢拦这位呀 那资格在那呢 身份在那呢 而且谁也不知道啊 这是老国太太亲家 好些日子没来了 你还敢给租拦住 郭老来到了国太的跟前 郭太 乔玄 给您喝喜来了 恭喜你 喝喜你 说完了也甭客气 自己拉过个座来坐那 老国太乐了 哎呀 郭老 你这是怎么了 突然跑到我这来 进门就给我喝喜 我喜从何来 啊 乔老真有点生气了 好啊 事到如今 你还想瞒着我呀 郭太 不要跟我装糊涂了 这事情 这事情已经惊动了整个的南徐 是妇如皆知 可我就不明白这么大的事情 你瞒着我乔玄干什么呢 咱是骨肉至亲啊 这又何必呢 老国太越听越糊涂 我说 郭老 你是不是吃醉了酒了 你说了些什么呀 我有什么事情瞒你的 哎 乔老老 乔老也愣了 老头仔细一看 国太不像是装糊涂 好像是真不知道 这可就怪了 国太当真不知 我当真不知啊 哎呀 那我跟你说说 乔玄就把刘备入赘 招亲到南徐就亲的事情 如此这般 全说了 说完了 老头坐在那捋着胡子 看着国太 国太笑了 嗨 郭老 你说的这是哪的事啊 不能 啊 老头一听什么 不能 可不是不能吗 别人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啊 孙权我儿大孝 那是个大孝子啊 再说我膝下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孙上香 爱如掌上明珠 哥哥要给妹妹提亲 订婚 这都是正事 而且也是大事 要是这么大的事情 那众某怎么能不跟我说一声呢 不会 嗨 郭老一听你 可你这老太太 不会我干嘛来给你道喜啊 可皇叔刘备都上我家做过客了 真的吗 国太将信将疑啊 他赶忙 叫过几个侍从 你们出去给我打听打听 把人派出去了 没有半个时辰的功夫 这人全跑回来了 满面春风的 进门啊 都给国太实礼 都给国太贺喜 感情这南徐大小寒烟都知道了这事儿 确实有这么回事儿 现在皇叔刘备就在金庭拐义那住着呢 咱们江东的媒人是吕范吕子恒 荆州的媒人是孙前孙公佑先生 这事儿千真万缺了 老太太一听啊 气晕了 这还了得 好啊 众某 这么大的事儿 你会不跟我说一声 你就私自做主了 你眼睛里还有我这个母亲吗 国太想的这儿啊 是又难过又生气啊 难过呢 这个孙权呢 确实不是国太的亲生子 这差着老大一层呢 生气呢 孙权这事儿办得太貌似了 你知道我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 爱如掌上明珠 你办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跟我说一声 国太吩咐 把孙权叫来 见我 国太是大为震怒啊 跟着有人进来回禀 说主公孙权驾到 叫他进来 叫他进来啊 妈叫儿子可不就这么叫吗 孙权咋外边进来 孙权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 母亲突然召唤 必有要事相伤 他不知道是什么事儿 等进屋子这么一看呐 母亲好像是生气了 屋子里这气氛不对劲儿啊 孙权又一看 瞧不老那坐着呢 国老看孙权进来 本儿 白脸扭过去了 哎 孙权想 这老头干什么来了 他没事儿不常来啊 往日国老一见孙权 不管是在什么场合 什么地方 对孙权都客气着呢 今儿个一句话没说 孙权再往两边 这么一看 看国泰身边的那些侍从啊 一个个是面线惊慌之色 孙权一想 这些人今儿都怎么了 孙权过来给国泰实礼 母亲在上 孩儿 这乡游离 十万里之后 孙权本想过来 见进国老 还没等他抬起头来呢 国泰怒吼一声啊 众毛 孩儿在 大胆 母亲 哭通 孙权赶快跪那儿了 孙权就怕母亲生气 一生气 孙权是手足无措啊 母亲啊 您怎么生这么大的气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他要不说这两句话 老太太的气儿还小点 孙权这一问呢 甭说老太太 国老都把脸转过去了 怎么回事 你太气人了你 合着这么大事情 没跟你母亲说一声 怪不得瞒着我呢 我算谁啊 国太一听什么 你问我为什么生气 我就为你 话还没等出口啊 国太哭了 哎呦 孙权更害怕 母亲真的生了气 数落自己一顿 那么打自己几下呢 都行 母亲这一哭 孙权受不了了 母亲啊 您不要难过 您教导孩儿到底是为什么 我使您生这么大的气 国太听到这儿 常常叹了一口气啊 好啊 你太使为娘我难过伤心了 你做的这是什么事 国太就把听到的以及乔国老说的那些事都说 孙权一听原来是为了这个呀 嗨 他赶忙叩头 母亲息怒 我不是瞒着您 没有这么回事 什么 老太太气哆嗦了 好啊 众谋 你学会了 瞪着眼睛撒谎了 这事情整个南徐都轰让动了 你还说没这么大的事 你要气死为娘不成 母亲啊 孙权一着急说不明白了 但是这么大的事 您别生气 容孩儿我慢慢的跟您说 我不是诚心想把我的妹妹孙上香 许配给刘备 刘备乃士之枭雄 奸诈无比啊 这且莫论 从年齿上 也不合适啊 我妹妹才二十来岁 那刘备多的岁数了 您想我能办这糊涂事吗 这是我家都督周公锦定下的遗迹 是美人计 我们想向刘备锁还荆州 他赖的那盒不走 这地方他也不给我们 我们是假意啊 应亲 让刘备到南徐来就亲 我们想把他靠在这儿 根本就不想跟他成亲 回过头来我们好要这荆州 母亲 您明白了 所以我才没敢跟您说 也用不着跟您说呀 可我不成想母亲您生这么大的气 现在话已说明 母亲 您该息怒了 孙全想啊 这番话说完之后 母亲呢 怒气顿消 一云一解 就没事了 孙全万没想到 实得其反 这几句话呀 恰似火上 交友 孙全能不能